常规的一种方式 方式就是按照排面 那这个排面是不平的 切下来可能就是三片 出出来的这种数量 就是一片两件 就是等于是才六件或 这些六件的前后四件 会有凹凸不平 很多会有这些凹凸不平 最稳的方式就是那么切的 就是按照挂件方向切 又再保留珠子厚度 这个事有期间 这个料子按现在切出来的 那个感觉是非常好 第一个发色的体现 后面第二它这个组织水 特别好 切出来已经很干净很干净 还是按照1.25的 再切一片 在玩一下切的话 其实现在都没有硬硬或行 1.25切下来保留两种方案 一个是做骨子 一个是在对台切合做挂件 前面的4块厚的都是按照1.25的那个厚度切的 等于是一块比一块面 大半 本来这样子的一个货行平 像是刚刚好嘛 然后这里就多了一道裂 所以不能再往这面再切了 得倒倒回来从这一面再切了 切的话呢 现在等于是没有多 数量没有多 少也没有少 就是切好的是有45颗嘛 一共有45颗切好的 对对 这个可能大家也会很惊讶 就是这么完整的一颗石头 切到最后为什么就把它做成柱子 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的 这个材料的一种特性效果给呈现到最好最好 这几件货其实都 特别是这件货头还发挥着 然后还有货头包两件 对两件小件 加件小件 其实做项链是很讲究的 如果说一块料它做不了这种 比如说四五十颗柱子 色彩是均匀的 水头是均匀的 那基本上都不选择做这种柱子 因为只有一整串它的这种铜料 然后水头一致 颜色一致 搭配起来它才是最高的价值 如果我们来看看这种银子 就会变成了一个银子 就会变成了一个银子 这种银子 不是那种银子 对手吗 不是那种银子